夏天高温炎热的天气 很多人可能会用刮痧防中暑 但如果刮过头了就会产生瘀青 医生提醒一定要记得先冰敷再惹敷 中过关键步骤 同时注意饮食习惯 就可以轻松快速地消去瘀青 夏日刮痧防中暑 但小心这一刮让你成为瘀美人 瘀青的话你通常都会怎么去处理它 不怎么处理 就放着它给它吃一毫 放着它就有就好了 好像是先热敷再推吧 然后再冰敷好像是这样 大部分人不是不理会 就是用不正确方式消瘀青 医生提醒错误方法 可能让小伤变大伤更严重 已经瘀青了千万不要再去拔罐 还去放血什么的 可能本来是一个封闭的伤口 你是撞伤没有开放伤 你把它跨伤把血挤出来 变成一个放血的动作 变成一个开放性的伤口 在这么热的季节流汗热 可能还会造成伤口的感染 医生说正确的消瘀血方式 其实是在前24个小时先冰敷 等到两三天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热敷的方式 如果说您想要快速的消去瘀血 或许您也可以选择 容易吸收疗效温和的药膏 掌握关键步骤 也要注意 如果因为疼痛而服用止痛药 阿斯匹林 或是摄取含有维生素E的 绿色蔬菜大豆 还有女生调精时吃的中药材 红花 以及保健食品 鱼油银杏 都有可能让你瘀血不断 注意细节 谨慎对待 想要快速消去瘀青 并不难 新唐人亚特电视卢天长 李宜君 台湾台北报道